去年9月份海力市中国大陆无锡场发生了爆炸 那威刚受到转投资订单的加持 在去年下半年在中国大陆的出货量创下了新高 法人估计呢 受惠于海力市中国大陆无锡场 短期之内可能没有办法修复 造成DRAP在市场上缺货 威刚还会持续受到转投单的效应 维持跟去年同期获利的水准